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12 9092 766 7377 听到这把这么熟悉的声音 跟着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 就可以立刻获得 完美店赞助送出的一杯冰镇冻奶茶 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 626 766 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 Miss Ho 回客室 Miss Ho 回客室 各位观众 你们好 又是Miss Ho 回客室的时间 我又很开心请回Hazel 今天和我录一集是关于营养学的 上一集Hazel就讲关于在疫情之下 她如何安排她两个子女的活动 其实为人父母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还要在疫情之下 要安排这么多活动 以及两个小孩不同的活动 Hazel上一集就带出了一件事 给我们留心 如果你要安排网上的活动 首先一定要留意一下 究竟她是哪一个时间 好似她不小心去了东岸的时间 所以准备了几次 三个小时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父母的 如果有些小朋友 要安排一些活动 或者是online class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看看有什么班 適合她们 幸好访问了Hazel 跟我们分享了小朋友的过后活动 和她两个不同年纪 相差五年 还有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的分别 那个活动都挺投行 其实现在来说 不止是Hazel 我本身有些朋友都很头痛 因为还不可以在学校上学 变成小朋友都挺闷 尤其是小时候那些 刚刚读书读一、二年班 或者幼稚园那些 真的很惨 好了,再说回来 今集我集中是关于Hazel的职业 Hazel是营养师 很多人都知道 第一集我讲开 为什么她会选营养学 因为在香港营养学 未那么普遍 她也带出一件事 因为她是读大学当时 选专科 一直在想 低下哪些 她没有兴趣 或者能力上读不到 然后她选专科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提醒 尤其是我们有小孩 因为这个是另类的选择 不是一定要 你的心态是想 你的小朋友 什么诗 什么诗 不要用的 她读得到 不读业就最大前提 很多谢Hazel前两集和我分享 这一集主要是关于营养学 Hazel 你都做营养师 都做了差不多有二十年 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 是的 即是我认识你超过二十年 我认识你那时候 真的毕业很久 其实在这二十年里 一开始做的时候 当你做的时候 你是怎样找公司 还有我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 你做营养师 这间公司 怎样会回缺你呢 应该是不是 就是在美国才有 香港是没有的 嗯 那时候 其实我是 畢了业之后 我们就要做实习 做完实习之后 就要考试 考了公开试 就拿了那个 注册营养师资格 因为那个资格 你一定要拿了 才可以在医院 那里做营养师的 那还有很多地方 譬如 他都会写着 require 要是注册营养师 所以呢 就一定要经过 实习和考试这个阶段 你的实习在哪里找的 实习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我们叫做 internship program 那就是 学校呢 就会 就会 告诉你 你有很多 这些不同的 或者我们那个营养专业学会 他会告诉你 这些不同的program 有些program 就是连上master 有些program 就是自己的 亦都有些是叫remote program 是海外的 那你是要自己去找 这些preceptor 就是你自己要去找 这些不同的地方 可以带来 来给你 培训你的 那有很多 就已经是 譬如在大学里面 他已经有埋 这个internship program 包含在里面 就是你 你考进去讀master 就是讀碩士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program 给你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但是你这个 一样东西 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你一定要 进入营养师学会 才能找到那个internship program 不是的 你一上网 你一上网 第一 第二 第二 就是因为我们的考试的机制 就是营养师认证的机制 是一个很大的会 所以每个都会在上面 找到应该需要的资料 是国际性还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 美国的 他现在已经有自己 认可营养师资格 就是他会有一些criteria 譬如你在不同的国家 注册了 你回到香港 要如何由他们的认证 他们有一个是 香港的认可营养师资格 但是 如果去香港做的 不用考过 因为香港是承认 加拿大、英国、美国的计划 哦 那么好 因为香港是很近期才有 有了几年 一到十年 可能未有 但是 因为他们之前 都是外国回去的 对 你那时候是 如果是本地的学生 现在我不太确定 但是他们以前 就是要去英国 去考一个试 就是去英国考一个试 来做一个认证 但是 如果你在香港 你在香港 讀了营养师 都要去英国 考一个试 吗? 当时 当时是 但是现在 最新 我不太确定 是否需要 有这个认证 所以 因为有香港 营养师协会 那些同学 是可以在上网的时候 可以找到他们 你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 可以告诉他们 应该是 用什么的方式 可以令到自己 是合乎 这个认可 营养师的资格 那么 在美国 一定要是 注册你才可以 在不同的地方 那里做营养师 特别是因为 我当时是很想在医院做的 所以我就 而且你要个专业资格 其实你也要有一个认可 那 我自己就去报了几个 这些认识 中医 有一个收了我的 就是 在Glendale 在Glendale 一间医院 他收了五个学生 那时候就是 五个学生 跟着一个 我们叫做 营养师 那时候 这个认识 就会派我们 去不同的地方 譬如 我们有三个月 就要去做 食物服务 即是我们要去管 咖啡店 要去学 怎样 怎样 安排 編排人手 怎样计计 那些食品 怎样整理 即是 基本上 你是学做 食物服务务 所以 在我们当时 以一个 这么新 这么清晦的小孩 有这样的机会 去学 你学 那么多东西 就是你接触 那么多东西 你是跟着 一个管理人 以及 你跟着 食物服务务务务务务 所以 我觉得 虽然 认识是没有钱 整个月 你是要 托到时间 但是 但是別人代你袋 代落你袋 是真的很難得 因為基本上你不會再有這些機會 不止沒有錢 就是你要付錢 要付什麼錢? 就是你要交學費 通常交多少錢? 現在我不太確定 我以前也要交兩三千元一年 一年就不快 但是現在我不太確定 因為現在有太多不同種類的委員會 但是委員會也挺難找的 因為很多學生現在開始讀營養學 以我的年代讀營養學的不多 尤其是外來生 外國學生不多 但是現在就很多 因為我自己也有這些委員會來我做實習 所以其實我每一年都有很多學生 我也看到很多學生來做委員會 也有些是外來生的 有些可能在香港、台灣 過來讀書 在外國走過來美國做委員會? 在外國走過來美國讀書 讀完書之後留下來做委員會 他們可否回到自己的國家做委員會? 如果你在美國註冊 要是回到美國 所以他們一定要做 實習訓練 實習訓練就是他們要申請 他們可以用實習訓練 去留下來 留下來之後你能夠考驗 如果你找到公司聘請你 你就可以繼續留下來 即是H1 但是如果不是 你拿了資格 你回去 在美國的註冊營養師 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會認可 都承認 但我有一個問題 你說你做委員會是做食物服務 食物服務主要是做什麼? 你計算他的餐單有多少個卡路 給病人吃? 是在醫院那裏 食物服務主要是一個咖啡店 即是在醫院裏面的咖啡店 它不只是給病人 咖啡店是給員工 給一些遊客 其實你就像管理一間餐廳一樣 因為營養師 其實我們的訓練是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餐飲 即食物服務 這個餐飲可以是在學區 管理學區的餐飲 也可以管理醫院的咖啡店 即醫院餐廳的餐飲 也可以是其他一些食物業 即其他一些地方 如果是和餐飲業有關的 他們都可以請營養師 所以為什麼 註冊營養師的範圍 你做完之後出來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方向的事情 那學衛也不錯 那個範圍很大 我也認識有些同學 他們讀完之後 他們就不做註冊營養師 他們轉去做食物業 即食物業 有一個是去了 例如Panda Panda Expressor 一些不同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會請一些 有營養學背景的同學 不過他們可能做的事情 就不像我們這樣做 医療科 即不是見病人 所以我們那個職業 三個月是食物業 學了很多東西 但我知道 我興趣不是在那裡 因為我已經做過 我知道 但很好玩 譬如我那時候 搞了一個 給他們全醫院的 員工的BBQ 我就把咖啡廳 搬去 武蓋停車場 在停車場上 那麽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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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開心 因為好像搞派對 那麽我就搞到 那麽是牛仔 那麽你知道 那麽外國人 很喜歡 就是帶了牛仔帽 那麽都穿了 那麽都穿了 那麽牛仔衣 就來大家去吃一個BBQ 即是燒烤 那麽燒烤的菜單 我們就要學會 怎樣計算 我們要學會計算 然後怎樣計算 即你要收人多少錢 不然你虧錢 那麽是餐廳 是 那麽 那麽你要學會計算 要用幾多食物呢 我有這麽多的員工 可能會來 或者計算 即是 其實很多都是 真是 預算 你要懂得 計算 你要懂得 購買 即他會教你很多 所以那麽時候 對我來說 是很大開眼界的 不過我有個問題 你營養師 一般給人的感覺 就是計算卡路里 那麽你做了一個BBQ 就是牛仔的 那麽便 超級飆了 那麽 所以就要計算了 因爲 我們計算的 就是計算 譬如說我這個餐 因爲 因爲 我們不是給病人吃 所以我們不用 超級限制 但是我們要限制什麼 我們就要限制 給多少人 你才不會虧錢 所以我們的餐 亦都不會說 你可以任吃 即不是我們那些 任吃燒烤 即現在這裏 韓式 那些當然不行 我們是譬如 一塊雞 還是你吃過Ribs 你選擇 然後我們要有 Starch 即是有炭水化合物 要均衡 除了肉 當然要有 粟米 要是Cornbread 要是豆 即我配這些 然後要有菜 那個碟仍然都是均衡的 只不過是我們有些不同的東西 令到那些員工覺得開心 即大家一起聚集 那這個是我那時 編集完 這個編集之前的項目 即我在Food Service那裏 那三個月 我編集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來做考試 那我自己做了一個項目 我到現在 其實變了你很開心 因爲 全部的員工都很感激我 因爲他們無緣無故 有餐特別的東西 很開心 有餐特別的東西 很開心 平時你知道 Cafeteria 都是在醫院最底層 通常是 是嗎 吃那些餐 沒什麼特別 但是突然 很淡 很美味 對 小小粒粒 小小粒粒 這個中國女生 這樣做些東西出來 他們覺得 真的很開心 但其實 聽你這樣說 也有些少許很商業化 不是跟醫學有關的 這個 因為Food Service 就是 譬如你在學區 你要管理一個餐飲 其實真的 因為是餐飲業 所以 我們當然要懂得 像你剛才所說的 醫院餐裡面 你要怎樣計算 你的菜單 譬如糖尿病餐 要怎樣做 你腎病餐 要怎樣做 那些當然 都是營養師去做的 但是 就跟Food Service 那邊 合作 Food Service 就是你怎樣去煮 你怎樣去管理整個餐館 整個醫院的餐廳 而病人的部分 就是由營養師去計算好 每一個餐 如果是給病人吃 要給多少肉 多少菜 多少五菊蕾 然後那些調味是怎樣 這些是設好 都是營養師設的 其實那些是很考功夫的 如果你計算病人的那些 你真的要很考你的功夫 每一樣東西 你都很清楚 它那個份量 有多少 還有它本身的卡路里有多少 要份量 又要計算 那你都幾是東西 所以其中一個訓練 就是你是跟 今次就不是跟 Food Service Director 即不是跟餐飲的那個 那些主管 你就是跟營養師去學 怎樣去調配這些餐 那變了 因為營養師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訓練 所以我們才可以出來 我們是可以向著 管理人的位置進發 即是管理人或管理人 即你一出來 你不是說我去做不餐 你一出來 你就是你去管理不餐那個 那有很多食物安全的 你想想 其實 尤其是在醫院 你要怎樣 保證那些東西乾淨 是不是 你給病人吃的東西 你要很乾淨 那這些所有的規矩 所有的 policy procedure 很多這樣的設定 這些 policy 都是需要一個管理人去做的 而有營養學背景的人 其實就是很適合做這件事 所以其中一個訓練一定是 food service 但也有很多人 像我一樣 我不是喜歡 food service 但起碼我都學了這個 skill 那三個月 就是community nutrition community nutrition 我記得我去過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week program 就是那個 給小朋友 寶寶飲奶 免費奶 尿片那些 寶寶是沒有的 他是吃東西的 他是免費 他是由懷孕 古女懷孕 開始 到寶寶出生 到寶寶一直到一歲到五歲 這個 program 就是政府給你的飲食食物的資助計劃 但是這個食物資助計劃 是包括了 他一定要你接受 education 接受教育的 所以這個計劃 全部都是由營養師去運行的 就是用註冊營養師去做 clinic manager 那我當時做實習 我就被派了去其中一間 我還記得在Sun Valley 很遠的 每天開車都很遠 去做這個week program 學做supervisor 同時我們要教媽媽 怎樣給小朋友吃 怎樣餵小朋友 用母乳 breastfeeding 怎樣餵人奶 你這樣說法 不好意思 你說餵營養餐 是否那些嬰兒有問題才會這樣做 如果一般來說不用 不是 全部都是怎樣餵人奶 第二就是一個小朋友的飲食 怎樣為之均衡正確 所以因為這個計劃 他還給你去買食物 他會限制你 你一定要買奶 你可以買幾種奶 你可以買這些果汁 你可以買這些 這些就是 那些媽媽 我們確保他們不會買了 買了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小朋友就亂禁 它有寫的 如果沒有WIC 這個字 你不可以用那些quip 購買的 是的 很多市場市場都有 是的 所以這個計劃 他就是 他除了給你 他不用錢去拿到這些食物之外 他要媽媽去學 怎樣 給小朋友 救營養 給小朋友 這個也要學 你也要經理的嗎 Brasch feed 不是那個兒科醫生 教他們 Brasch feeding 其實兒科醫生 就不會教你怎樣去餵人奶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是去找 我們叫做母乳教育專業 專業 醫院都有 你生完BB 有個人可以去教你 而在WIC Program 這個給小朋友的食物計劃 的WIC Program 營養師全部都要去 進行這個訓練 全部都要拿到一個資格 就是 餵母乳教人餵母乳的資格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教你怎樣餵 有什麼問題 做錯什麼 這是其中一個很需要做 他們是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要教媽媽餵母乳 因為他們希望 他們不用奶粉 希望他們餵母乳 天然 因為當時 我生完我的兒子 我是沒有見過營養師教我 因為當時我餵母乳有些問題 我是特地要去醫院 上了一堂教我 但不是營養師 可能是太久了 不同了 不是 其實因為做母乳教育 那些人 譬如他可能是有營養師 他是營養師 但是他拿了那個資格 亦都可以是他不是營養師 但是他拿了那個資格 所以如果在醫院 很多時候 那個人是專門做 教人餵母乳的 但如果你入到WIC Program WIC Program裡面的註冊營養師 他是要有了資格的 即他是可以教你 其實都是兼賣的 沒錯 說實話 一般來說 我上次也有提過 因為二十多年前 不是那麼普遍 人家第一時間都在想 營養師當然離不開 減肥 你初初入行 真的拿了一個牌 你去找工作 那時候 你是不是找一些簽體公司做 我剛剛入行 因為我剛才說過 其實就是機緣巧合 因為我做委員的時候 這個也是給同學很多 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就是你做委員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以為我 就這樣去學一下 因為我的兩份工 我剛剛畢業之後 做的兩份工 都是因為我做委員的時候 我認識了那裡的人 即我去做委員那裡的人 而且我應該是做得好 否則就不會請回來 即是不會請回來 那為什麼他們特別喜歡請委員呢 請回委員呢 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訓練過你 知道你是誰 而且他們訓練了你 你一來 你已經可以工作了 所以在你受訓的時候 你的工作態度 和你學習的態度 和你待人接物的態度 是很重要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做了 在委員會做了 那我完成了 那跟著 我完成了那個 委員會之後 十一個月之後 我就要找工作了 因為如果我不找工作 我就留不到在美國 那我就一定要有一間公司 肯給我一個H1 那就這麼幸運 這個委員會 就說 他說 我可以試一下幫你 那很好人 真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 都沒有試過做這件事 我猜現在可能難很多 但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很少 他無端端 為何要做這件事 那就是因為那個 居住是很好 其實都是營養師 即居住都是營養師 他們很肯幫回自己的同學 即自己的後輩 那變了 我就有機會 他幫我申請H1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WIC Program裡面 做過醫療管理師 那我做了兩年之後 因為我其實的夢想 就是入醫院做營養師 我希望可以做到 那於是 兩年之後 我就見到兒童醫院 Children's Hospital 在L.A. 那裡請人 因為我其中一個 就是我的委員會 另外有一個受訓 除了是community and nutrition之外 就是clinical clinical 即是醫療 醫院 我醫院就去了不同的醫院 除了我們自己 Glandale醫院之外 就去了兒童醫院受訓 我在兒童醫院受訓練的時候 亦都認識了那裡的人 亦都認識了那個管理師 我就問他們可不可以聘請我 但是要幫我繼續申請H1 亦都很幸運 那個HR 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都很願意幫我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很 很有祝福 我很感恩 其實他們很煩 這些事情很煩 你又要找律師 又等等 他們結果 他們都幫我做了這個交易 變成我真的可以達成我的夢想 我就去了兒童醫院 那裡做了一個註冊營養師 在那裡的經驗 就更加難得 因為我是做有癌症的小朋友 我是做一出生 只有手掌這麼大的寶寶 幫他計算營養 怎樣給他們營養素 在那個醫院那裡 學了很多不同的照顧病人的知識 那裡我也是做了兩年 然後才開始我的簽體事件 之後才開始 後期 其實我也停了幾年沒有見過你 因為我認識你了很久 我很記得當時 因為我兒子很小 我問你哪裏做 你都說 沒有必要 你不用來探望我 如果在那裡就很大劑 我很記得你在兒童醫院做 其實說回來 有時候人的事都是相對的 你幫別人幫你 再說一句 坦白說 你本身也是很肯幫別人 上片是公平的 你曾經去幫過別人 然後我認識你這麼久 你對人都很友善 還有你是無所謂的 變成做人的態度 處事態度 人家是看到的 其實有一次 譬如好像那時候 很多年之前 我都來了兩三年 但你都有幫過我 或者有時候 關心一下 其實不要看那小小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 某程度上 小小的部分 就會建立了 十幾二十年的友誼 大家不知道 坦白說 我是上次 都有四五年 沒有見你 上次就是你婆婆的事 到現在 我在收音機聽 就聽得多 或者有時候 一些雜誌 都會見到你 一些廣告 但其實實質上 見你真人都沒有見到很多年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事 都是相對 人家曾經 你幫過人家 是怎樣 人家會怎樣去幫你 其實說回來 你那時候 都是回香港才做簽啟的 是啊 那時候 我在兒童醫院做了兩年多 然後 因為其實 經常都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去上班 其實我很多好朋友 仍然在香港 我中學同學 一直都有繼續聯絡 做友誼 而且經常很想回去 不知為何 你回去 你不需要回去做事 你很想在醫院做 又讓你有機會在醫院做 你可以拿大家回香港探靈 不同的 不同的 因為在香港做探人和在香港生活 是兩件事 因為我小時候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沒有試過在香港工作的經驗 不知為何那時候 真的很想 而且真的很喜歡香港 那時候你家人已經在了 是啊 家人在 但是 那你家人不反對嗎 回來見了你幾年 你又走過去 只有你一個人在香港 這個就很奇怪了 我就是很 都比較 順從 因為很害怕 家人不開心 那些人 但是不知為何 可能因為有其他因素 他可能見到我每天下班回來 都在 好像沒有工作做 發毛 又沒有拖牌 又不知道 做自己 好像很悶 他見到我 你也不小 你不如出去 你可以去認識別人 那時候就是 因為一些不同的因素 我就問可不可以回香港 那時候是想著短期 我打算回去兩年 我說我試兩年 我想回去 兩年不短的了 是啊 那時候可能因為我弟弟在 變了 我媽媽就覺得 他們都覺得 好啦 讓你回去 如果你找到地方住 你就回去 如果你覺得你找到工作 他們可能都替死我找不到工作 回到香港 所以可能很快回來 不是 你媽媽都在香港 其實我有親戚在香港 我有親戚在香港 我有親戚在香港 我最後都是在我一個親戚那裡住的 但是在香港得到的經驗 亦都是我一輩子很難忘 還有香港那種快 香港那種快 香港那種快 是我一天做的事 和我要接觸和學的事 可能在這裡一個星期 你都不會做那麼多事情 因為我回到香港 其實那時候是簽體很盛行 剛剛開始 所有地鐵站的廣告都是簽體廣告 你打開電視收音機 全部都是穿泳裝的明星走出來 2000年打後那時候 是的 所以結束不是很難運工 其實我回去也是找醫院工作的 但是回到醫院 不敢聘請我 為什麼 他覺得我 他覺得你在美國回來 其實 他覺得我不會做得很長 他寧願聘請地人 你會在那裡 你不是在美國回來 但是你是有香港ID的 你是香港出生的 他也不會考慮 他會擔心這樣 其實他在面試的時候 他也會知道 他會知道 我是什麼弟弟 所以他們跟我說 不是你不合格 只不過是我們有其他考慮 但是這樣就推動了我去找其他的機會 剛好就有一間叫做Dyat Asia的一個公司 是start up來的 就是剛剛開始 他們就是想做健康餐 開一個健康餐廳在樓下 我還記得在灣仔 樓上就是見Patient 樓上就是見客 見一些減肥的客人 然後我們就是 有一個營養師 和餐飲業 你記得我那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做營養師受訓的時候 其實都有學過餐飲的 是啊 還有 也有見病人的經驗 但是減肥 其實是我們在學校 到以至實習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 怎麼做的 是嗎 甚至在美國那麼多肥人 我們其實得到的訓練和學習的機會 在減肥那裡是不多的 即是我那個年代 所以其實是邊學邊做 還有商業性的減肥 和我們在醫院做的也很不一樣 那會不會商業性會迫你快一點 會雙管齊下又做運動 然後又吃減肥餐 然後又用肌 即是三管齊下 是啊 在商業上 你減不減到是很重要 因為那個人給你錢 就是預計你要減到 要不然他怎麼給你錢 其實是商業性的 我記得當時經常被人問 是否保證的 保證減多少磅 所以你要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到很多簽體公司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幫人減肥 但是我自己在我們自己的公司 因為全部都是營養師 就是營養師做 營養師做 營養師做 變成了我們就不會做到很極 而且我們是沒有機做的 即是我們不做簽體儀器的 沒有機減的 我們只是用飲食和運動 還有那個餐盒 即他可以去樓下吃那些健康餐 還有我們是用一個健康理念 我們帶他們去營餐 我們租一間酒店 在那裏教他們煮食 教他們健康生活營 我還記得叫做 教他們做什麼運動 我們有物理治療師教他們做運動 我們有營養師 其實是好玩的 有廚師 是一個很好的理念 我覺得是十分好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都有一群支持者 有一群勇等 有一群患者 我們叫客人 那段時間其實是很開心 做得很開心 但是你是否能幫助成功減載 會不會反彈 有沒有反彈 幫了很多人減 我相信有人會反彈 但是因為香港的環境 整個環境 到哪裏看到的都是減肥廣告 而且你給了這麼多錢減肥 你會有更大的推動力去保持 還有就是你外出吃飯 你很容易達到我們的要求 譬如我們說 你吃碗魚蛋米 加一碟油菜 酒油 那碗魚蛋米 其實就是我們的份量 這麼小碗 你在這裏 你叫他吃碗魚蛋米 可能那個碗都已經這麼大碗了 是啊 然後他還要不停給你添飲 變成你整個環境影響 在香港其實真的要做減肥 是比較容易一些 而且因為香港人走得多 你想想 我叫你走半個小時 在香港怎知道走半個小時 我在這裏叫你走半個小時 那人都覺得 嘩 怎麼走啊 我記得香港那時候 走兩條街追巴士 我試過穿到古代鞋子 你叫他走路 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你在這裏叫人走路 他還要問你 我去泊鞋子 我怎麼走 我去泊鞋子 其實以你來說 減肥通常 我就知道 我生完我兒子重了10磅 我就突然被人說 哇 你肥了這麼多 我就想想 就像你所說 真的被人這樣說 好像不行 要努力 一個月我就試過一個月輕10磅 但我怎樣輕 我就單一吃法 我就吃Slimbass 只是那個月 由早到晚都是吃Slimbass 什麼都不吃 我真的輕了10磅 輕完10磅之後 我就停了 但是呢 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小肉 尤其是有肥高的 儘量都不吃 所以炸雞那些 我坦白跟你說 我一年都吃不到兩三次 不夠 因為年紀大 你那個新陳代謝又慢了 我運動比以前更多 但是我吃東西會比以前更少 否則就保持不了 所以我就想知道 坦白有很多人說 要不就不要吃澱粉質 要不就只吃菜 吃菜的減肥法 其實如果以來來說 你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看哪一飯呢 是哪一樣東西最重要呢 其實都是飲食重要的 飲食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例子 就是你做運動 很多人做很多運動 或者開始做運動 但是都減不了 因為你做運動 如果你吃回 你覺得我做完運動了 譬如很多人 打完一兩個小時 羽毛球 然後一起去吃一餐 港式西餐 那樣 一定減不了 因為你一邊做運動 一邊吃 其實那條數都是在那裡 其實就是飲食 反而是最重要的 始終你都是要計算 那個熱量吸收 和你的消耗 都是要用那條數來計算的 你吃得多 而你消耗不夠 你自然就減不了 還會肥 其實我有個朋友 是你的病人 他就是家裡有家族遺傳性的肚子 他就跟我說 找Hazel減是很好的 我不用怎樣戒口 他就跟我說 只不過是 你跟他說 我沒有記錯 你跟他說 當然了 你一個星期七天都在外面吃 你緊備 你跟他這樣說 他就跟我說過 因為他家裡有家族堂尿 好像心臟 是呀 心臟 他就跟我說過 他就跟我說過 哎呀 Hazel跟我說過 那時候真的是輕了 但如果我出去吃東西多了 我就會肥了 我什麼時候都是 在家裡就會比較健康 因為你的油 那些份量可以減少 但你叫他做法 就不是叫他減食 而是那個質量 他跟我說過 就是這樣 是 其實分幾樣東西 如果我們 譬如我們跟人做餐單 其實除了 第一個量很重要 因為你吃幾 很健康的東西 如果你吃太多 那個熱量 都是會累積的 是嗎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譬如牛油果 我們知道很健康 又沒有膽固醇 又可以降膽固醇 但是一個牛油果 有二百多卡路里 如果你每一天 都可以吃一個牛油果 變相 你又沒有去做 任何加多了的運動 那二百多卡路里 一路累積 是嗎 到十五天之後 你分分鐘 就重一磅肥膏 重一磅肥膏 你不要嚇我 我早上用牛油果 塗麵包 不不不 這樣就不一樣 用牛油果 塗麵包 因為牛油果 你用來塗麵包 就是說你用來代替了 要是你代替了牛油 或者你代替了花生醬 那個熱量都在 但是你用了一個好的 這就是質量 即是你用了一個好的成份 來代替其他的食物 即是熱量都是這麼多 但是你用了一個好的 其實你沒有多度 我差不多四分之一個牛油果 塗兩塊麵包 是的 四分之一個牛油果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份脂肪 如果你用一份脂肪 你用一茶匙牛油也是一份脂肪 你用四分之一個牛油果也是一份脂肪 那四分之一個牛油果又好吃些 又可以降膽固醇 所以除了食份量之外 就是教他們怎樣兌換 即是說我不吃 你不要吃這塊炸雞 不如你吃這個 輕便一點的三文治 你也要找到 例如你說的朋友 我想我知道是誰 例如他這些男士不煮食 全餐餐外出外吃 那你就要教他 你去哪間食物 我最記得當時問他 他說我去這間 我看著餐牌 你去這間這間 你就這樣吃 這樣吃 因為如果我硬逼他在家裡煮 他可能煮第三天 他已經放棄了 因為他都沒有辦法做到 他在外出工作 就是在街上 沒錯 我唯有站在他那裡 去考慮 原來你這樣 你就這樣吃 你試一下 所以當他跟著的時候 一開始 他是減到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見營養師 不可以見完 不可以見一次就算了 一定要見一段時間 改好習慣 幫忙看著進度 解決問題 接下來的保養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一直減肥 以減肥來說 是需要維持的 維持的意思是 你可能減肥見營養師 好像那時候 在香港一個星期見兩次 在這裏根本不可能 誰也有空來 駕車來見你兩次 但是在這裏 我們可能是兩三個星期 才見一次 但是 維持的時候 是兩三個月 要見花一次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你兩三個月 可能會有不同的工作 時間表不同了 可能結婚了 有時候結完婚的人 很容易胖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生完兒子 開始懷孕了 所以我有些患者 我是跟著他 由他讀書到畢業 到結婚到生兒子 我也有見過的 因為不同的時間 可能沒有見一段時間 但是他發覺 好像不能接受 尤其是我們女士 到差不多可以說是更年期 其實所有事情 我們每一段時間 要面對那個挑戰 和我們怎樣去維持 抗衰老這件事 其中一個就是肥胖 衰老 這個是長期你都要去做的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我們隨時上網找 是吧 跟連其吃什麼 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我現在 我回來美國之後 其實我做少了 應該是這樣說 我自己出來做了診所之後 我就做少了很多這樣的減肥 但是其實 其實因為減肥 是真的需要時間 和是需要持久去做這件事 即是沒有人說 我瘦了30磅之後 我不管他了 我好像回到以前那樣 那一定會肥胖 其實你也說得對的 真的要營養學 例如病態那種要營養學 以及減肥那種 很多時候都應該是要看回他的日常生活 即是好像我朋友 他每天都要出外做事 你叫他下午帶牌子 那是不可能的 有時候我也會說 喂 製造一個熱門出來 早上放在那裡 但是現在夏天 你的熱門補不了多少個小時 就會變縮 一定會出去吃 所以就是 你會看他的生活習慣 然後叫他把份量和質量去減少 譬如星期六、星期日 可以的就是自己做 自己煮 一致不行的 當然 譬如選一些食量 還有我又聽過人說 譬如你吃了一碟麻利 你突然去喝半可樂 就糟了 即是脹了 那就很容易脹了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吃完午餐或晚餐都好 我就寧願喝茶 我就不喝甜的東西 因為我免得加高我的糖分 而且吃麵 是不是比吃飯的糖分低一點呢 一般來說 我們計算那個熱量密度 譬如說 一碗飯和一碗麵 一碗飯的熱量 是比一碗麵高的 因為那個密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是說 如果你吃一碗飯 就相等於你吃碗半麵 這樣就是相等 是嗎 所以我們叫食物兌換法 這個是 我們其實是幫糖尿病人 經常會這樣做 因為有什麼食物 和什麼食物 對等你可以換 因為他們要計算碳水化合物 但是 減肥我們是計算熱量 所以我們仍然都要這樣兌換 如果我不吃飯 我可以吃粟米 吃多少呢 原來一條粟米 就等於三分二碗飯 那我不吃那碗飯 我可以吃一條粟米 都可以 那變成 你提醒了我這件事 我有個朋友 他60歲 是外國人 有糖尿 但他經常在運動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看 那時候 我通常買一些飲品 我就會看看 糖尿有多少 他說 他要看 加氛酸有多少 因為加氛酸會轉到糖尿 那我就沒有在意 我只會看 加氛酸有多少 通常超過二十年 我都不買 他說 叫我看加氛酸有多少 會轉到糖尿 是 對 因為我們糖尿病的飲食 我們計算了一個 碳水化合物 不只是糖 碳水化合物 是包含了加添的糖 即糖、蜜糖、砂糖、黃糖 亦包含了食物本身裡面有的糖分 譬如果糖 或者電飯 那個碳水化合物 即是蘋果、橙、果糖 水果裡面的糖 又或者是用水果來製作的糖漿 所以糖尿病人不可以只計算甜的糖 因為碳水化合物 即是澱粉 都會影響他們的血糖 所以他們要看的就是看酵素 就不只是看酵素 現在一般來說 坊間現在這樣說 如果你想不要太多糖 就買一些白糖代替白糖 白糖 是不是 不對 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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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也是 如果你用蜂蜜 你不可以以為 我用蜜糖健康些 但如果以糖尿病來說 或者以減肥來計算 一湯匙的蜜糖 和一湯匙的蜂蜜 其實它比你的碳水化合物 一湯匙的蜂蜜 可能更多一點 所以不可以說 這些天然一點 我們就吃 就可以用這些糖 如果真的要計算 所以為什麼糖尿病人 其實 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的保險和政府 都會給你的營養師 就是因為你要學 那套飲食 即是你怎樣對換法 還有他們發現你懂食物 和你不懂食物的糖尿病人 對A1C 即是三個月平均值的控制 相差很遠 那你怎樣學懂這套 你不去學 醫生不會有空跟你說 我們營養師 見病人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醫生五分鐘十分鐘已經 見完你 你要等下一個見 其實我想知道 你是否會集中 你現在是看糖尿病的病人 那你是會收保險 或者Medicare Medical 普通的保險 你都會收 是 Medical 不收 只是Medical 不收 但是紅藍卡 Medicare 還有你有醫療網 你找醫生轉介 可以找醫生轉介 PPO 就是 看看你的計劃 所以其實 每個保險都不一樣 但是有糖尿病 就多數都會cover 通常是多久看你一次 如果真的有糖尿病 一個月一次 還是一個星期一次 有糖尿病 我們通常是大概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那你就教了他那種方法之後 然後就會和他放下 有沒有重到 血糖有沒有降低 那些 是呀 我們會教他怎樣去自己 監察血糖 自己驗血糖 這個很重要 是呀 是呀 因為其實我再拿多一個資格 就是做了營養師之後 因為我們要不斷進修 每五年要renew的牌 那我就選了我想拿多一個資格 就是糖尿病 特別教糖尿病病人的那個資格 因為我太多糖尿病人 所以我一定要學識 就是除了營養之外 我要學識他們的藥 要怎樣去處理 怎樣監察 怎樣驗血糖 就是我要學那方面 我才可以真正幫助病人 因為有時候病人 可能他只能看到你和你聊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樣可以幫助他們更多 我就考了那個資格 所以我和我的團隊 其實都可以教糖尿病人 所以我們有很多糖尿病人 所以由此可以知道 你做營養師 你的集中真的去幫助人 所以其實人的事情是相對 其實這件事是很好的事 因為實在現在我發覺 真的很多人有糖尿病 可能從小到大 就是喝汽水 吃那些醬料 或者是拖嬰兒的時候 媽媽有糖尿 或者遺傳基因有 變了很多方便 其實是一個挺難的 所以說真的 如果真的想賺錢 做簽體我相信會是 就是快很多 但是很開心 你有這樣的志向 因為其實真的幫了很多人 Paisel 我這次訪問到你這裏 因為其實都很開心 有幾年都沒有見你 我希望疫情之後 就可以大家有機會出來 和你家人吃飯 真的要 和你家人吃飯 其實我很想見Colton 我在Facebook看見他 真的很可愛 這個小朋友 我想他出生到現在 我見過他 還是兩三次 不太多 現在都八歲了 是啊 現在沒那麼可愛 他瘦了很多 是啊 現在沒那麼可愛 是啊 我希望疫情之後 可以和你全家一起聚一下 包括你阿姨 但是很感謝你這次接受我訪問 不要客氣 我都很清楚 不要客氣 是嗎 大家這麼熟 大家很清楚 你怎樣去搞小孩子 還有真的 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反過來 因為我沒有想過 上網去找小朋友的活動 是這麼辛苦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對營養師一個誤解 就以為真的減肥 其實營養師來說 是對身體很有影響的 因為你的糖尿控制 如果控制得不好 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腎油水 其實是相對的 我今天就訪問到Hazel到這裡為止 各位觀眾 你們記得密切留意 Teachers Central Miss Ho會客室 我會陸續有不同行業的嘉賓 或者一些有興趣 有potential的嘉賓 就會繼續接受我的訪問 你們繼續留意下集的 Miss Ho會客室 我們先聊到這裡 謝謝你 Hazel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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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Ho會客室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到今次的Chachers Central 這個不是一個節目 是想和黃師傅做一個很簡訊的聊天 我們現在的疫情 開始有一個很麻煩的 反風 在你的計算裏 你做風雪實素 你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疫情 多久會有很多轉機 其實在年頭的時候 我都做過一本測試 轉機大概在九月的時候 開始會比較入圓好轉 其實是一個未知數 因為我們在這裡等正義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在新的 中上看到的 最快應該都是 今 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如果我們純粹來說 都算是今年之內 因為我們未過二月四 總之是一月才 我們都想呼籲大家 觀眾 給點外線引來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做些什麼 要什麼時候計算多少 我們今次想和黃師傅 一起和全大家 呼籲大家 就是這些要從大家 來為前 收收收地下 其實我不是 因為長期大學 不是各國的習慣 因為是各國的習慣 都沒有辦法 暫時當然我們忍耐一下 大家同心做得好 至少我們真的 可能你不需要去黃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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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黃師傅 對 因為其實一切的靈性 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同心貼力 我們一起做好自己 要做個防線 要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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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能很快就會過 我希望大家 在觀眾前面 我們會提醒大家 做多些好的節目 給大家欣賞 還有 大家要合作所有的規條 戴口罩 洗手 保持社會 保持社會 盡量在這個疫情 大家 安守著所有健康的守則 大家同心抗疫 就一定會有好的成果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 仍然是保持3-5% 即使說買50萬屋 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 最早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 不要緊 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 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 歡迎直接和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本節目是由 完美店Montry Park總店 乘機表分店 得約贊助 記住 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 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什麼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 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馬上獲得 完美店贊助送出的一杯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吧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 送到哪裏